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28号 今天我是来叫历史作业的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我要来谈一下美国的前国务卿 詹姆斯贝克 跟踪我这个节目时间长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一直在寻找美国原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先生 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我已经找到了贝克先生 在今年秋天一个特定的日子里 我和贝克先生已经见了面 在一个友好的会谈之后 我一直是想把这个节目做出来 但是一直是很忙 前一段时间是中美贸易战 后来又发生了华为孟晚舟被抓捕的事情以后 那么呢 每天的时政新闻节目都很多 所以我一直没有时间呢 来把贝克先生和我见面的这次节目呢 来奉献给大家 那么现在呢 岁末连关了 我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 已经到了12月28号 今年就要结束了 所以呢 在今年年底之前 我就把这档节目 把它奉献给大家 那么詹姆斯贝克先生和我见面 究竟有什么渊言呢 那很多朋友长期看我的节目 有一定的了解 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可能不太知道 那么我想呢 今天就凑着这个节目 我就把我和詹姆斯贝克先生 之间的缘分来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的起因啊 是在2016年 2016年的时候有一天 我的一位已经早年就移居在香港的当年的老同学 他呢给我发来了一段消息 他让我去看了李敖的一段节目 那么李敖这个人 我素来对他就没有任何好感 因为李敖呢 一直是非常亲共的 李敖在他的后半身 完全是导向共产党的怀抱 每天为中共的暴政 去歌功颂德的这么一个人 尤其李敖对六四 是带着极端无耻的态度 去看待广大爱国学生的 他完全是维护邓小平 维护中共野蛮屠杀的政策的 这么一个台湾的无耻文人 他的节目我从来就不看 但是我那个朋友告诉我 你一定要看 看这一段视频的第七分四十秒 我说是个什么节目呢 原来是李敖专门谈六四屠杀的 借着中共原来的国务院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前期生的一本书 叫《外交实际》 借着这本书 李敖谈这本书的时候 谈了一段对六四时候 他个人的评判 也把前期生的这本书 叫《外交实际》 他把它介绍给广大读者 那么这本书里面 暴露的一个历史故事 被我这个同学捕捉到了 因为在这个书里面 出现了一个历史人物 就是我的名字叫吴建民 按照前期生在这本书上 写的这个吴建民 是指的外交部的新闻市司长 前驻法国大使那个吴建民 而我的同学一眼就看出 前期生讲的这个话是谎话 因为历史中的这个人物 这个吴建民应当就是我本人 所以我的同学 他就劝我赶紧去看 去把这段历史事实 把它搞清楚 这样我才去看了李敖的 这一段视频节目 今天呢 我给大家谈谈一本书 前期生先生 你看前期生先生 前期生先生 他写的书 这个书是什么呢 叫做外交实际 美国秘密跟中国谈判 希望能够化解这个事情的时候 国家领导人也愿意跟他们谈 他们派谁来谈呢 派美国的国务卿 贝克兰到了中国来谈 谈了情况以后就去 大家看到没有 在人权问题上面 中国方面坚持内政不得干涉的原则 同时通报了一些美方关系的情况 我可以跟你谈 可是你不能管 你不能管 美国方面呢 拿出一份呢 长长的 所谓被抓的 不同政见者的名单 其中呢 以讹传讹 错误百处 有的呢 只有批音 都不晓得什么人 没有汉字 不晓得 所指是谁 名单中呢 有一个人叫做吴建民 我就是前期生 向贝克说 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啊 叫做吴建民 正在现场 这个时候呢 这吴建民就说 在 我就是吴建民 这美国国务卿贝克 看到以后就很窘嘛 可是他反应呢 还很机敏 马上说 哦 你给放出来了 引起哄堂大笑 什么原因呢 你美国乱开名单 乱开清单 那么李敖的这个视频节目里面 说得很清楚 是指六次期间 美国时任的国务卿 詹姆斯·贝克先生 受美国时任总统 老布什总统的派遣 到中国来跟中共进行外交谈判 接待他的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生 那么在这次会谈中 贝克先生谈到的人权问题的时候 他拿出了一个被中共积压的政治犯的人权名单 在这个名单里面有一个叫吴建民的名字 那么钱其生当时什么当时用他外交部的新闻司司长 前驻法国大使的吴建民来张冠礼带来移花节目 就告诉贝克你搞错了 你这个名字搞错了 你讲的那个吴建民不是一个青年学生 不是六四的学生领袖 没有抓这个人也没有关这个人 你讲的这个吴建民就是我们外交部司的新闻司的司长 你把人搞错了 你连我们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都上了你政治犯的名单 你也太不严肃了 你搞错了没有 所以这是钱其生当时用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来张冠礼带 那么贝克当时为了化解他们外交谈判中的窘境 就冲着这个在座的新闻司司长吴建民说了一句 你放出来了 那么按照钱其生讲说引起哄堂大笑 钱其生把他这段往事当做一个外交智慧 把他写进了他自己退休以后 他的一本外交著作叫外交实际 这本书呢在2003年出版 后来到2008年和2010年又再版过 在中国总共发行了几百万册 是中共党政机关国家官员必须学习的一本外交著作 那么钱其生在他这个著作里面 把他自己一共记录他人生的实践外交大事 其中在中美关于六四问题时候 他特意记录了我吴建民的这件事 那么当然了 他是把它当作一个外交智慧来吹嘘 而事实和历史又是什么呢 所以我在看完了李瑶的这个视频以后 我马上就找到了钱其生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中文版在他的第190和190页 钱其生明确的记载了这段往事 也就是说贝克先生访华 贝克先生拿出了一个长长的政治犯名单 要求中共在改善人权的时候 要首先释放这个名单上的所有政治人物 在这个政治人物的名单里面 首先就有吴建民的名字 而钱其生就巧妙的用他的外交部的新闻司司长吴建民来掌管李贷 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吴建民当时已经是五十多岁 是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 而贝克先生跟他要的是八九六四南京的学生领袖 只有二十多岁 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替换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钱其生他以为贝克先生根本看不出来 那么贝克先生当时看没看出来呢 那显然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疑团 因为在我没有见到贝克先生之前 我根本没办法确认贝克先生是不是 当时就被钱其生和那个吴建民就把他们忽悠过去了 所以在我看了这本书和这个视频之后 我在2016年的四月份 我在博文社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我就驳斥了中共原外长钱其生他自己的谎言 我这篇文章在博文社上登载出来以后 那么很多朋友就关心到了这件事 大家都来询问我关于当年的往事 那么对于这件往事 我在看了钱其生的著作 在看了李敖这个视频以后 他是给我带来不少回忆的 大家要知道1989年六四期间 美国总统是老布什在执政 在老布什执政的这个党口 中国发生了八九六四 邓小平血腥的对学生进行屠杀 坦克车进行碾压的 这个残酷的北京天安门事件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全世界都未知完全哗然 因为可以这样讲 中共在六四屠杀广大学生之后 这个政党它执政的合法性已经荡然不存 那么当时全球的所有的西方国家 对中共都是一致的制裁 一致的抵制 一致的要求中共这个邪党应当接触他们的一党专制 美国在这个里面应当是首当其冲 是维护世界和平最主要的国家 也是率领着西方一起制裁中国的最主要的国家 那么老布什总统作为时任美国总统 在制裁中国的同时应当什么 应当是率领全球国家 对中共在六四造成血腥屠杀的这件事 要给予中共严厉的制裁 同时中共这样的法西斯政权应当让它了结 让它结束 而老布什总统怎么做的呢 一边它表面上率领着全球的国家对中共进行制裁 一边背后偷偷的派人到北京来跟邓小平勾兑 1989年6月也就在6月底 他就派出了美国国家的安全顾问到达了北京 在1989年年底 他又派这个顾问再次来了一次 那么他的这个特别特使到北京来的两次 都是要来干什么呢 都是一个目的 就告诉北京这件事我们会过去的 汇丰平浪静的 暂时呢可能对你们会有制裁 但是我们是要跟你们中国友好的 老布什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他违背了所有美国的政治价值观 他违背了美国的道德人权观 作为老布什在这件事上 作为老布什在六四后对中共的所有处理 老布什是犯下了滔天罪行的 因为老布什自认他是一个中国通 老布什这个人跟中国打交道的年代很多 他在尼克松总统七十年代跟中共开始接触以后 当时北京和华盛顿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然后尼克松总统就任命老布什担任北京办事处主任 也就代表美国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实际上就叫临时大使 那么老布什在他担任这个北京办事处主任的过程中 他接触了中共大量的高层人物 这是从中国七十年代初 一直到中美建交的一九七九年 也就是老布什在这一段时间都在北京工作时间 他和中共的很多高层人员结下了私人友谊 而这个私人友谊已经蒙住了老布什的心 老布什后来继任美国总统之后 在八九六四屠杀这么严重的残酷的 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犯罪事实发生在面前的时候 他仍然在袒护中共 他袒护中国共产党 他希望把中共从生坛里面拉出来 所以他一边表面上带着各个国家对中共进行制裁 一边偷偷的到北京不断的跟中共去勾兑 所以告诉北京他会让这个风浪逐步过去 他要跟中国保持友谊 他要让中共重新的获得跟美国经济贸易和政治交往的机会 他希望把中共从生坛中完全拉出来 这就是老布什的倒行逆施 所以老布什这次去世以后 我没有对老布什做过任何正面的评价 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历史上 美国总统中像老布什这么无耻 这么助长共产主义 这样帮助中国共产党的美国总统 是完全丧失了美国的人权价值观的 是完全背离了世界文明的 正是因为老布什对中共的一再的拉扯 让中共从死亡中又缓了过来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詹姆斯·贝克先生作为老布什的特使 作为老布什的国务卿 在1991年开始了他自己对中国的一次正式的破冰访华 这次访华活动是在1991年的11月份 当时贝克先生到北京来是带有三件大事要来落实的 第一件事就是关于中美经贸的问题 也就是中国和美国能否恢复经济贸易关系 能否解除对中国的制裁 让中国和美国重新开始做生意 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落实当时中共当朝的总书记 江泽民他是否能够顺利的防美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中美关系完全是恶化的 是制裁的 江泽民防美一点可能性没有 但是江泽民他希望能够通过跟美国的交好 他能够获得一次正式防美的机会 这是指贝克先生要落实的第二件大事 第三件大事也就是叫人权 也就是在全球对中国进行制裁的过程中 主要是对中国人权制裁的过程中 贝克先生所带来的使命 就是希望中共能释放他名单上所有的政治犯 这个政治犯名单上面有很多人 那么我贱民只是中间其中一人 所以贝克先生到了北京以后 跟钱其生的交谈 就是为了完成他这一三件大事的 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就是顺利的促成了中美经济的恢复 对中国制裁的解除 那么江泽民访美也放上了他们谈判的议程 唯独是政治犯一个也没放 尤其是里面提到我名字的这个吴建民需要释放的问题 中共主谈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前启臣 他用外交部新闻自私的那个和我名字同名同姓的吴建民 去张冠礼贷去移化节目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件历史事情就过去了 而我本人当时正在江苏省的龙潭监狱复兴 我完全不知道华盛顿和北京有过这样一次谈判 我更不知道詹姆斯·贝克先生在中南海会谈中 他会提到了是我的名字 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发生 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是完全不清楚的 只是在我看了前启臣这本书以后 那给我呢形成了一个回忆 也就是1991年11月底的时候 反正在那个冬天具体的时间 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 那么当时呢 我监狱里面是来了几个自称有关部门的人 那么这几个人当时来找我做了一次认真的谈话 也就是希望我能够向政府认罪 能够明确的能够明确的改变自己的反动立场 能够对自己的罪行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并且写出书面的认罪的说明 然后呢我有机会呢 我有机会获得释放 甚至呢有机会获得到海外去治病的机会 当时我对到访的这几位官员的来意 不是十分明白 所以当他们最后讲到 就说你如果说是执迷布 布什救不了你 贝克也救不了你 当他们讲这些话说 我就感觉到非常诧异 布什是谁啊 布什是美国总统啊 美国总统凭啥来救我啊 美国总统会知道我吗 怎么可能来救我呢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没有往心里面去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美国总统派他的国务卿到中国来访华时候 居然营救的名单里面有我建民的名字 所以这件往事 我当时根本没有往心里去 就让它过去了 那么直到我看到钱其成这本书以后 我才想起了当年有这么回事 那么我在2016年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 有很多朋友都跟我来信来电 都问我就说 现在要不要找到这个当年的几位当事人 因为当年的几位当事人都健在 我说呢 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他们 那么中国的两位当事人 就是国务院的这个副总理钱其成 还有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吴建民 他们当时都已经退休了 那么找到他们其实是不难 问题是我去找他们或者我通过朋友找他们 他们会置之不理的 那么唯独呢 我就希望能在美国找到呢 找到呢 仍然健在的詹姆斯·贝克先生 那么事情呢非常非常的巧 也就是在我了解了这个真相之后 我在不断地寻找贝克先生的这个过程中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这个原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吴建民 和我同名同姓的这位外交部的吴大使 他居然在2016年 有一次赴武汉的讲学中 因为车祸突然死亡了 所以这件事就一下子给我们这件事里面增加了嘛 增加了复杂性 本来他是在几个当事里面最年轻的 最有可能他能够还原这个历史的 可惜呢 他在2016年8月份 在赴武汉讲学的过程中 因为一场车祸 他突然死掉了 这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吴建民大使 他跟我本人是有几分渊源的 他也是南京人 我也是南京人 而且嘛 他跟我是校友 他也是从南京市第二中学毕业的 我也是从南京市第二中学毕业的 所以说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是校友 当然了他比我年龄大的多 他比我年龄要大三十岁左右 他老早就从我们那个学校毕业 考虑了北京的外交学院 早就成为国家的重要的官员 而且出任过多国的大使 并且担任过北京外交学院的院长 后来就发生了 在2016年他赴武汉的讲学中 在一次车祸中他突然死亡了 那么他死亡以后 就意味着我们这件事情里面 当事人少掉了一个 那么又过了几个月 也就是到了2017年的4月份 这个原来中共国务院的副总理 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的钱麒珍 也死掉了 那么钱麒珍一死 就变成了参加这个谈判里面的几个重要人物 还称一个詹姆斯贝克 而寻找詹姆斯贝克 就成了我建民的一个夙愿 我一直通过多方面去寻找詹姆斯贝克 但是我始终很难找到贝克先生 直到今年 在今年我的一个朋友 帮我联络上了贝克先生的助理 让贝克先生看到这些历史书记 知道这个当事人吴建民 现在就知道这个吴建民 现在就在美国的时候 他非常的高兴 所以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 在今年秋天 我和贝克先生在德克萨斯州 在休斯顿我们见了面 我们见面的那天 是在休斯顿的一所知名的大学 在这个大学里面的贝克学院 我和贝克先生有一个愉快的交谈 和我们共进了午餐 那天贝克先生解开了我心头的所有的难解之谜 在我见到贝克先生以后 贝克先生非常高兴捧着前期生的那本英文版的书 他告诉我这本书他已经看了很多遍 他对当时的很多历史细节完全回忆起来 贝克先生今年已经是88岁的高龄 他的身体非常健康耳轻耳轻勿鸣口齿非常的流利 他在阅读了这本书以后 他跟我讲当时的细节他全部回忆出来 他和我细致的去回忆了老布什总统当时是怎么交代他的 他到中国去跟前期生是怎么谈的 前期生当时又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本人对这件事当时是什么判断 那么我最大的疑点我就是问他 当前期生跟你讲 吴建民是我们新闻司的司长 你把政治犯的名单搞错了 我说那时候你是怎么判断 前期生跟你说这番话的 贝克先生告诉我一看对方就是在演戏 我马上就判断出绝对不是这个吴建民 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很多 更何况我所有的名单都是美国国务院 按照FBI专门给我们上报的 所有人员都有他的背景资料 和他自己本人的真实姓名 他的履历以及他现在被羁押的状况 我们全部掌握的 怎么可能是这个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呢 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学生领袖 学生只有二三十岁 而这个司长当时已经快满六十岁 所以他说我一眼看出对方是讲谎话 他说只是我不可能当场拆算他 因为总统给我布置了更重要的外交任务要做 所以说我觉得我跟中方的谈判 这才刚刚开始 我们以后谈判的机会还会非常多 而且我们给中方提交的这个人权名单上 需要释放的政治犯非常非常多 我们会逐步逐批的一一的要求他们尽快的释放这些人 和贝克先生的这次见面 他解开了我心中很多疑团 也完成了我的一个历史夙愿 也就是在贝克先生有生之年 我还有机会能够拜访到他 我还能让他回忆起当年这个历史往事 可以见证到这一段历史 那么随着时光的飘移很多历史事件 我们是需要这个历史里面的当事人 他们能够对历史的各种细节 对当年的那些历史环节能给予准确的回忆 能完整的记录这段历史 虽然我建民只是中国民主运动六四学运中的一个见证者 但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作为一个政治犯发生的各种往事 尤其涉及到美国国务院国务卿 能够访华专门跟中共外交部部长 专门要求的政治犯的这件往事 我通过寻访贝克先生 把这件事已经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我也希望所有跟六四有关的各种历史故事 历史人物都能通过自己的不同的方法 能够寻找历史的遗迹 能够还原各种历史的真相 能够把所有的历史记录都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 让我们的后代永远的记住这段历史 因为六四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 血债仍然血未尝 因为邓小平李鹏这一批的跪着手 他们还没有得到人民正义的清算 而当年六四的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牧 已经给他逃脱了在活着的时候 受到正义的审判 但是历史的大门不会关上 所有对人民犯下血债的这些人 最终都会得到历史的清偿 我相信无论是邓小平李鹏陈云江泽民 包括袁牧这些 在六四中沾满人民鲜血的这些历史人物 他们最终都会走向审判台 最终都会得到人民对他们正义的审判 关于贝克先生的故事 我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因为这一次我跟贝克先生的见面 就奠定了我跟贝克先生今后有往来的友谊 所以我还会在合适的时候 再次去拜访贝克先生 和贝克先生共化历史 共图未来 我期待中国早一天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 让贝克先生这样还健在的 对中国民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见证人 能够回到北京 能够亲眼看到自由民主文明 和给中国十四亿人民带来有尊严的生活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